我只是咳一咳一咳而已 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又怕说 你这样还是有一滴酒 你不是不清净吗 最好稍微麻烦一下 你稍微蹲一下 而且因为你有温热 其实你那个药性串气更强 不会损伤了 这个在有些药学的一些 中医师他们也是说这样是可以的 再来外用 第五 如果用酒做这些药洗压 外用的都可以 不犯 第六 狂乱坏心 那他就去乱喝酒了 这些不犯 好以上就简单 把五戒九戒也告一个段落了 下面我们看第六 把这整个 这个借向总表 红一大师他编一个表 杀到淫忘 那这些性罪上品不可悔罪 杀是杀人命断 这样才犯不可悔罪 是人 如果你杀害是父母阿罗汉圣人 在犯逆罪 逆罪跟不可悔罪 来稍微补充一下 逆罪是不通忏悔 你再怎么拜忏都不会消灭掉 他一定受报 他只是可以如果顶多重报轻受而已 顶多会减轻那个年限而已 逆罪不可以出家 他一定下地狱 逆罪 你看阿瑟士王杀父 杀害父亲 阿瑟士王后来生毒疮了 跑去跟佛忏悔 你跟佛忏悔是 非常殊胜的因缘 一样下地狱 只是因为他有忏悔 他减轻了那个年限了 所以一定下地狱 逆罪一定下地狱 也不能够正圣国 也不可以出家 所以逆罪是很严重的 那不可悔罪是可以忏悔 怎么意思 他是用大圣的见光见花去忏悔 那或是有时候我们讲申文戒里面 这边的五戒相经 这边就是有一个正义的地方 后面我们讲忏悔的时候会讲 这边就是有点 我们用大圣来看是 他有经论的依据 可是如果申文戒怎么会变 申文戒这边就是没有讲到 那在这里后面会再讲 所以他会直接讲说 上禀不可悔 表示这个很严重了 所以不要去犯道 那道界是取以他人物子午前 邪影界是入道入正道 就男女二根相交合 入毛头绪 这叫入正道 女三处男二处 前面讲的邪影界 第四妄女 像人家说正果乃至 这罗刹来到我所 那对方了解 正出果已善 那这些是 四根本仲介 除了这样 降义级罪 都是中品或是下品的 所以我们上品不可悔罪 我们受了五戒 不要去犯 杀 杀生 一般就是堕胎 这些等等 这些一定不要去犯 好 再来中下品的大家就自己看了 他这边把他列表了 我就不多说了 再看八十七页 那小妄语 两舌 二口其语 饮酒 这些罪啊 一再加倍难 是结下品罪 那其他的下品罪 有些是方便罪 有远方便 中方便 近方便 从初发心到这个根本罪 究竟罪之前 就叫方便罪 那也有等流罪 同等的一类等流的 譬如说你杀天龙鬼神 是杀生之类 叫等流罪 所以我们要持戒啊 我们的心从粗的慢慢细的 戒就是这样 我们学习佛法呢 我们呢 智慧啊 要先从 比较呢 大的方向 慢慢的来 越广 越深 越维系 所以你会越迟呢 会越以为细 可是不是一下子的 所以就是量力 还有呢 按照我们呢 这种呢 学习的环境 跟你体会的智慧啊 去呢 做判断啊 要学中道 要学中道 好 这个五界的整个呢 这个总向这个表解 大家就自己看了 自己看了 八十九页 秉是功德果报 我们了解了五界的界象以后 这边就鼓励我们要受界 因为受界啊 辞界 学界 有这些功德利益 我们按定一 功德利益 在《变异长者经》讲 《佛告》 《长者》 《变异》啊 他就讲啊 《不杀生》 《得长寿》 《无病》《长鲜肥》 《一切受天位》 《生安光影至》 《不偷盗》 《那你得到大富贵》啊 《不偷盈》 《身体相捷径》 《所生长端正》 《你不欺骗人家》 《口中常出这个香》 《言语常聪明》 《谈论》不简疾啊 《不会口疾啊》 或是酒肉不过口啊 《没有勿乱意》 《而且所生之处》 《天人长讽词》 《在长按经》也是讲 持戒有五种功德 第一个 有所求啊 都能够如愿 第二个 所有的财产 能够争议无损 第三 所往的地方众人爱尽 第四 有好的名声 乃至呢 名闻天下 第五 身患命中 我们持戒呢 必得升天上 当然不是为了只是升天而已 升天还不究竟的 我们还要正圣国 或是往生净土啊 那我们持戒的人呢 我们 离命中的时候啊 自知持戒清净 我们没有去害人伤人啊 所以我们心不部位 我们只要了解我是佛弟子啊 那这些呢 世大要分离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要 好好去呢 受持的 乃至呢 佛说西有交浪功能经讲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诸佛如来 譬如 竹尾甘蔗道麻 有这么多的 如来世尊啊 那善男子善女人呢 两万岁当中 一切的这些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 来供养他 灭度以后 又呢 收舍利 造七八塔 来供养他 这样的福报 大不大 非常大 世尊就讲啊 如果能够供养一尊 那这个不得了了 何况他供养三千大千世界的 诸佛如海 这样无量无边的福报 不可算数啊 还不如 一个三归一的人 我们从三归一 你得到的功德 圣前面 那个人呢 百千万倍 不可算数 三归一是这样的喔 福报喔 好 他在比较 如果一谈子情啊 能再受十善法 又修行 那这样他 也可以更得 无量无边的功德 如果他能够在一日一夜 受报官在界 如说修行 他的功德 又比前面 更胜千百万倍 乃至算数 批手不能几 如果呢 他不只受报官在界 还有办法受此五戒进行受 如说修行 这样的功德 比前面更胜百千万倍 乃至算数 批手不能几 所以你看 受五戒的功德 那么大 无量 三千大千四戒 的那么多无量的如来 你供养他 那个福报 已经是小case了 我们受三归一 我们受五戒的功德 胜过无量无边的 所以呢 你看啊 光是一日一夜的报官在界 以前就有一个国王 他的夫人呢 叫做友相 有一天跳舞的时候啊 那他看到他的手呢 这个国王会看相 这首相呢 一看到 他就闷闷不乐 不想跳舞了 夫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你七日呢 必死了 他会看相 这个夫人呢 是学佛的 那这样 他说好 我要出家 七天出家呢 我至少可以升天 这个国王还不放人 说不行 你要呢 出家 最后一天才去出家 你还是要陪我 结果到最后一天才放他出家 那到寺庙里面呢 就是比丘尼到场啊 他说你不能马上出家 你要先受报官在界 看可不可以适合 那这个呢 报官在界那一天啊 下午呢 肚子饿呢 喝个果汁啊 结果啊 肚子痛 生病啊 当夜就死亡啊 第七天就死掉了 结果升天 这国王放他去出家 有一个条件 你如果真的出家 升天了 你一定要回来告诉我 所以他升天以后 又回来呢 皇宫呢 见这个国王 那一天啊 皇宫啊 大放光明啊 天人之相啊 非常庄严 国王一问 知道是夫人啊 就要再呢 拥抱他 找他 工作啊 他说不可以 所以这个 一天 光是一天 一夜的报官在界啊 就可以免掉呢 这些呢 苦痛啊 不要说我们 受五戒进行受在持守的 所以下面会再讲 第四呢 三神经讲呢 一切布施当中呢 施无畏最为第一 所以我说 五大施者是持这个五戒 令众生没有五种部位 他呢 没有这个生命的 离开生命 没有财产的部位 施掉的部位 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 如果离开这个五戒啊 五种部施啊 不能够获得虚托王国乃至五上菩提 受戒为天人恭敬守护 这样呢 等等 所以他 就讲呢 这个功德啊 好 翻过来 再看九十一页 第五呢 下面我们看大致论 大致论也是讲呢 受戒呢 释迦温佛在鲁家中 宜教经也讲呢 我们受了戒以后 能够生出 再学禅定的方法 你就容易设心啊 能够生出禅定 灭苦的智慧 我们再修五五官 断这些烦恼的夜音啊 这样 就好像佛呢 注释无意此也啊 所以三十二项无差别音 都是持戒所得 不持戒 尚不得下见人生啊 何况大人相报 我们呢 修任何法门 都是一样的 共通的 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 这个政治界呢 显密 大小盛 有人在跟我们讲戒相的时候 一定不得离开这个五戒 包括灾戒这些道理 如果有违反 或是他讲的那个理啊 有时候相状不一样 他讲的理呢 是不对的时候呢 你不能够接受 这不是政界 因为戒他是通 一切法门跟呢 大小二圣啊 再看修净土法门 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呢 更应该要持守这个戒相 从五戒八观哉戒 八观哉戒五戒 乃至呢 你还可以受菩萨戒 或是呢 有些呢 在发心出家受修净戒 那这样 他呢 持戒念佛 他品位会高升啊 所以在那边讲 能够受五戒 能够中品上身 所以在《光无量寿经》讲呢 佛告阿难及为提西夫人啊 所以中品上身者如果众生受此五戒 受此五戒的人呢 大部分都会 还会有时候会去受八观哉戒 所以他会在持八观哉戒 修行诸戒 不照五逆啊 无众过患 他没有犯戒 那清罪容易参啊 这样回向求生西方籍的世界 离命宗使阿弥陀佛跟朱比丘 放尽色光呢 来呢 迎接他 然后他自己呢 看到自己身做这个莲花 这个金色光呢 照耀他呢 往生极乐世界呢 花开 见佛呢 他听佛讲呢 这些出家的功德 赞叹四弟 十二英四弟的功德 正阿罗汉果 三明六通 聚八解脱 这个叫做终品上身 你看我们一日一夜的报官哉戒啊 一日一夜报官哉戒 或是一日一夜持沙米十戒 你就还属了 一日一夜出家受居主戒 出居主戒就是 比丘250条戒 比丘你348条戒 你就还属了 一日一夜就好 威以无缺啊 慈戒清净呢 这样的功德 一日一夜 往生西方呢 中品中身 我们看呢 这个经文呢 我们都至少要 中品上身 有没有信心啊 要有中文呢 就是我要中品 你看就是说 我们的心要离开呢 这种五欲渣染 现在好像没有断见识恶获 但是我们的心 追求了五上菩提 我们的心要离开 这些杂染的烦恼 这个心 虽然现在这个象状 没有马上断见识恶获 可是你往生西方 五界 你看经文 他可以证阿罗汉国 相当于断见识恶获 如果我们用功一点 在读诵大圣经典解第一地 也可以上品的 我们发菩提心就是出家 有些讲一定要象状吗 有时候不一定 你还是可以上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界定会 修任何法门都是一样 要这样去修学 才是一个正确的菩提大道 而不是说我只是念佛就好了 这样就一切OK了 是 也是如果你用功也是可以往生 但是品位高低呢 就不一定了 品位高低在慈敏的生前 那你慈敏的功力跟你呢 这个基矩的质量 为什么在光无量寿经里面 会跟我们讲这么维系的 其实只有九品吗 它是一个大纲 应该不止 因为不同的根器嘛 应该就是不止了 但是这个大纲是大部分 是这个阶次 这个分类 所以我们要了解呢 一定要界定会 定 那我们呢 修呢 一般的止观禅定 修念佛 念佛也可以 念佛三妹也是禅定啊 所以这样呢 了解这些经论的道理啊 我们这一生的方向 你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啊 到最后一定是快乐的 我现在也可以得到快乐 因为我的心有所依托 我的心一直在正法 一直在三宝的智慧之光 加持我们 我们念佛者呢 是人心想佛时啊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 我们心想佛 世人即是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我们心想戒 戒也是止二修善 戒也是佛的法身 戒相戒光 我们心想佛 佛光 是通的 是通的 因为它是一个最起点的因 就是佛制的戒 告诉我们的 最后的终点 我们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要成佛 最后的国 也是佛告诉我们的 五二五别 那个因总要把握住 这里呢 再连接我们整个呢 戒定会三学 所以这个是我们呢 修学敬业啊 应该要了解的 好 再看最后了 讲呢 五戒各有五位互戒神 有二十五善神保护我们 售一条戒有五则善神 这边呢 这个万鼎经呢 举出来 这些大家自己看啦 五条戒都有这些善神啊 这个呢 蔡楚彼玉他妮 这种这些 这是梵文啊 这个神明 来保护我们 所以呢 一共呢 有二十五位 以前呢 就是呢 有人呢 受三皈依啦 三皈依也有善神保护啊 每天早晚三皱香 到最后啊 他慢慢翻着 慢慢呢 生意呢 好像做不好了 又是又怎么样了 慢慢没有信心的 到最后呢 五戒也都舍掉了 都不学啦 三皈依也不是很明白啊 但是他每天早晚还是三皈依 有一天就闷到啊 神明来告诉他 你以后不要再烧香好了吧 为什么呢 我们的朋友 我们这些伙伴啊 这些善神呢 你受五戒以后啊 都有善神保护 现在你都舍了也都犯了 通通跑关了 只剩下我 因为你每天还有早晚三皱香 我也想走 拜托不要再烧了好不好 这当然是有点笑话啦 他还是每天早晚三皱香 就还是有善神保护 意思这样 就是我们这根心 向着呢 正道 重要有时候我们会犯了 善神还是呢 会跑掉 可是还是终究你三皱香呢 人家还是看 这个人不得了 还是要稍微看一下他 所以这是呢 我们要了解的 心啊 你看有些经上就讲 乃至你念 我们说有时候半月半月后 是心想你念 我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 不饮酒 你念 这就是戒相哦 那恶鬼听到他就吓跑了 你在念这个时候的时候呢 佛的威德 威德波罗提木叉加持我们 他看到的是佛光啊 我们诵经 持咒念佛 持戒 你看呢 出家人呢 或是呢 菩萨戒的 送这个戒经 佛说我半月一来 我没有离开 我们在家就是 你送五戒戒相 送菩萨戒戒相 一样 佛加持我们 这在经路上就看到 那个夜叉啊 这个人在讲五戒戒相呢 他马上呢 跑走了 他不敢来吃他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 有这么多功德 能够受持 那当然也不可以犯 因为犯他就跑掉了 而且我们会呢 有恶果 所以看丁恶 犯戒果报 我们犯了戒有五衰相 求财不遂 色有所得呢 你就会耗掉了 你用偷盗来的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跟人家盗取钱财 后来一定会败坏的 我们所盗之处啊 人家不恭敬啊 恶丑民 流步啊 身外命中堕地狱 是不是你讲破戒有五过啊 或是人家不尊敬啊 大致论也讲 这些呢等等 都是有这三恶道的果报 这些我们也是要警惕 我们有那么大的功德 我们就有受戒的责任 受戒的责任 我们毁破了 就要承担那个恶果了 但是呢 翻过来看九十五页 但虽然呢 我们破戒 可是你零受戒而破啊 入地狱以后 还有解脱之时 你如果不受戒啊 永远轮转三戒 黎凡经也是讲 如果这个人 虽然他有受犯天之身 他虽然修禅定啊 到飞翔飞翔出处这天 他从来没有受过戒 没有三归一 命中还入二道 他生生堕堕 他从来没有解脱的时间 所以 我们当然不是受戒呢 要去犯戒的 但是表示说 你受戒呢 至少啊 你已经结了一个解脱的因种 不要怕说啊 我会犯戒 所以你看年华社比丘尼 他就 一天照人家 说你出家没有关系啊 犯戒有什么关系 犯戒以后出来 还是可以出家啊 像我一样 正奥罕汉果啊 我还是演个呢 出家的和尚 演戏而已 穿个袈裟而已啊 我就有这个功德啊 你何必怕犯戒啊 更何况你持戒 的时间是大过于犯戒的 所以一定呢 有解脱之时 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 但是呢 一定呢要坚守禁戒 不随便舍戒 不随便去犯戒 但是要了解戒相 好 底下呢 我们看有些呢 在戒律里面 比较那些法义啊 你要了解的 还有最后呢 你要怎么样忏悔 我们看丙 丙五 六简法义 定一 五去暴行 在撒伯多论里面讲 说 只有人道可以得戒 其他的四道不可以得 地狱二鬼畜生啊 阿修罗这些不能够得 那天道也不能得 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他们 贪着这个热受 善心利弱 他们一天到晚受这个快乐啊 没有办法得戒 撒伯多论是这样子讲 他就举着目见脸 目见脸呢 到天上呢 看到诗题怀音啊 就是第四天 第四天 所谓天公啊 就是指这个第四天 他就劝他啊 佛事呢 很难遇到啊 你为什么不好好修行啊 好好去听经文法啊 一天到晚跟这些呢 天女在唱歌跳舞啊 所以第四天呢 他的天女那么多啊 他一天到晚忙得要命啊 唱歌跳舞很忙啊 他没有时间再去听经文法啊 目见脸这样呢 告诫他 他想一个办法回答目见脸 让他了解 他呢 就派人说 你去给我找 那个天子过来 那个天子呢 第一遍找 他不过来 再去找 说天王命令他过来 第二次不过来 第三次再去找 不过来就要处罚了 后来他来了 后来他来了 他只有一个天女 一个季月 他就忙得要命了 结果呢 天王问他说你怎么 叫你三次才来 他说我没有时间啊 我很忙啊 他只有一个天女 只有一个季月唱歌跳舞 就忙成这样子了 而且歌手不爱 我离开我的天女 我很难过的 这个第四天呢 就报告 目见脸尊者说 这个人只有一个天女 一个季月 他就忙成那样 我有一千多个 五量个 我那个饮食比他还好 你看呢 我怎么有办法再去听经文法 所以这个到天上来 你是身不由己啊 身不由己 你就要是要享乐 你看那个提伯 那个升天啊 他是要王吗 他升天以后也是一样 目见脸尊者呢 看到他升天 他要去问他 比丘那么多人生病了怎么办啊 不是提伯 那个奇伯 发音错误 奇伯呢 他升天了以后 目见脸尊者呢 要问他呢 他看到目见脸尊者 只是讲一声嗨 就再见了 他看到跟很多天女呢 骑着呢 坐这些呢 车子要赶去呢 他要去party了 他只跟他嗨一声 这个目见脸尊者说 没有礼貌 用神通把他定住 他才乖乖下来 顶礼 问他你怎么都没有礼貌 他说我时间来不及了 party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享乐想成这样子 这个在世间的师父都已经忘记了 他说没办法 身不由己 所以在天上是很快乐的 所以他就认为说 你就不能够受戒 所以他的理论说 这样你就天人就没有办法受戒 因为他享乐 所以佛士虽然呢 遇到了他也没办法去听闻了 他悉服啊 那恶鬼太苦了 地狱更苦 太痛苦也没办法听戒 也没办法呢 心缘这个戒法 畜生业障也听不懂 所以没办法受戒 结果他的理论是说 经中说荣受灾法一日业 萨伯多伦认为说 他只得这个善心的功德 不得戒 不得灾 就不得灾戒 业障的缘故 俱色论论也是这种讲法 他只得到妙行 他得到微妙的这种呢 行为功德 胡报而已 可是他不得戒 他不得律语 非是律语 所以五戒的律语 萨伯多伦认为 只有人跟人啊 有 只有人有啊 那诚实论讲呢 不同意这个说法 他说人 天 鬼 畜生 都可以 畜生就包括龙 陈俗认讲啊 于道众松都可以得到戒律一戒 因为啊 经典上有说 龙也有受包甘哉戒一日一夜的 所以善建律 他就举善建律讲 诸龙及神啊 得三归五戒 那这怎么会通呢 所以在道宣律组呢 他就想啊 一准萨伯多伦讲 是具无知觉者 所以不得戒 如果他听不懂也不知道 没有原念 那这样不管是 人啊 天龙啊 鬼神啊 那神也是一样啊 天人他也不得戒啊 那如果 如于道德戒的呢 未有知觉 如果他能够听得懂 或是这些天人 有些呢 经典上会讲 天人五衰向陷了 天人啊 他的寿命要尽了 五衰向陷 天女都跑开了 他知道他要死掉了 他赶快去求佛 三归一 他马上又升天了 所以呢 有知觉还是可以受三归一的 三归一五戒都可以的 所以律宗呢 杀到旺啊 我们看能变形有知觉的众生 戒的罪比较重 中品的罪 而不是小品的罪 所以 这些武器的众生 既然你杀他 我们人都比较戒重的罪 表示他听得懂吗 那这样他听得懂 他也可以受戒啊 所以义判都可以得戒 好 所以 只要你听得懂 不管是武道哪一种众生 都可以得戒 第二 暴行 大比佛撒论讲 善拓半折家 这些事实房门 就是他呢 身体器官啊 没有这些呢 男跟女跟之类的 或是五行 没有男跟 二行啊 阴阳人 这些人受戒这样得戒吗 在 这个有部呢 他们这边是讲 不得戒 为什么呢 彼所依生者自性 雷烈啊 非利于去 他认为他不得戒 他们的根器 暴体不好 他这个好像呢 这个 很咸的乳田啊 没有办法长出家庙 年来坏的草也长不出来 可是可以受戒 受给他戒 他只是生庙行 以后也可以这样慢慢见识得到殊胜的福报 果报而已啊 可是他不得戒 这边判不得戒的原因就是都是因为 你如果从五戒入手的话呢 他得戒以后 他以后可以得解脱 那你只是得果报 不一定得解脱 意思是这样 所以这身边有差别的 这么多人也是讲 反门二根不得戒 但是神诚论他就 他就觉得可以 他说啦 他说有些人讲啊 不能懒等无戒律 就是指这些有部啊 居色论啊 大彼菩萨论啊 撒伯多论这些都是有部 有部的论点 他是认为是这样 不可以 可是呢 成熟论呢 他就比较属于空中了 成熟论是接近这个大圣的义理 可是他介于大小圣之间 还是属于小圣啊 那他认为是可以 他说戒律以从心边生 只要他有善心 应该是也可以得戒了 所以撒伯多论呢 也有讲说 凡受戒者以有猛心 来自是决断 他要断一切恶法 修一切善法 应该这样就可以得戒 所以这样来看 道确立主委呢 他也认为啊 这些暴体不好的人 不管是防门二根 只要他有善心来求戒 要止恶修善立一切众生 句主惭愧修耻啊 能够奉持戒法 这样应该可以得戒 可以得戒 就是以后也可以得解脱了 是这个意思 再看定二分满受慈 差不多论据色论夹生就讲啊 你受五戒啊 要具主去受 如果你没有具主去受 不得戒 五条戒通通要受 杀到一望九 所以他们这个论论讲说 如果有人受只有一戒 或是只有四条戒 这样得吗 这些论点认为不得 他说啊 所以做是说 有少分多分满分 有菩萨 只是想要说明这持戒功德多少 不是说有这样的受戒方法 持戒功德 他一分他少分他多分的功德 而不是可以这样来受戒 所以这个经 这个这里的论点是 不可以只受一条的 所以到比菩萨论也讲 说呢为什么有些经典上说可以这样子受呢 经典上是有讲说可以受一条两条三条 那这些论怎么讲呢 他说啊 回答 只说持位 非说受位 这只是说明啊 持戒的品位 不是说受戒的品位 持戒的品位 你有少品的多品的这种功德品位 那你受戒呢 不可以这样受 所以他们反对这样受 他们一定五条全部受 不可以减少 好 这是反对派 那赞成可以一条一条受呢 比如说大致论讲 他讲受一条戒明一分 受两条明 三条明少分 四条明多分 五条是满分 那如果你呢 连自己的妻子啊 你一天两天不赢 那这样叫断领的 又菩萨又菩营 那诚实论还有善生经等 都讲可以一条两条分受 通通可以 这边我们又举出了 这个复法杖因缘状 讲印度天主果 这伯居若尊者 他以前受一条不杀生戒 得悟五不死报 后来出家正果位 160岁 无病第一 所以杰摩书讲啊 可以分受 他只有受一条不杀生戒啊 所以他得五不死报啊 他被后母啊 丢到水里啊 丢到水里呢 被大鱼呢 吃掉了 刀泼出来 还是火的 被母亲呢 煮在锅里啊 煮不死 这个退路呢 这个断领呢 掉下去 被人家呢 那个树叶呢 沉住了也都不死 不杀生得长寿 这伯居若尊者呢 第一啊 伯鹅啊 这伯鹅啊 这伯鹅啊